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臉書粉絲團裡面的刊登內容 有分為幾項 因為粉絲團有非常多的變更 它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今天是2016年的10月份 我們看一下你在自己臉書的 先到首頁好了 就是你到這個臉書的首頁的時候 是出現像這樣子的頁面 然後如果你點擊這一個自己的帳號 會來到你自己個人的帳號頁面 如果我們要到自己的粉絲團的話 要按什麼? 按右邊的這個箭頭 然後這裡就有你的專頁有很多個 因為我自己成立了很多個專頁 假設你只有一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點進去 你可以像這樣直接點進去 然後就會看到你自己的粉絲專頁 然後如果你今天我會建議 就是你今天先去你的測試頁 就是說你可以去新增兩個以上的粉絲專頁 像我自己成立這麼多個 其實有很多是用來做測試的 那譬如說你按查看更多 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新增了所有粉絲頁 所有的粉絲頁 那有的是我幫朋友代管的 那好 那如果我們先去選一個 我先隨便選一個好了 選一個英文好笑 這個是之前的測試頁 所以這個粉絲頁沒有發布 那你剛成立的新的粉絲頁 可能都沒有放照片空空的 你記得去放一下照片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講這個地方 就是你在PO訊息的時候 他可以PO哪些訊息 一個是淨礦 淨礦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留言 留言或者是直接上傳一張照片 這很簡單 然後就把它發布出去就好了 這個就是淨礦 淨礦的發布方式 那另外一個比較複雜一點的就是這個相片 我們主要今天來講相片跟影片 點擊相片跟影片你會發現有12345種 哇 五種狀況 那第一個 上傳相片跟影片 我們點擊一下相片跟影片好 你可以同時選擇兩張 按住Ctrl 那如果是Mac電腦的話 就按住Command的鍵 就可以去複選 去複選 然後按開啟就檔 那我剛選了4張圖嘛 他就開始上傳4張圖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寫訊息測試 好 然後按發布 OK 然後點擊之後呢 就可以去看一下每一張圖片 這個是最第一項 最簡單的上傳相片或影片 第二種叫做建立相簿 那建立相簿跟上傳相片不一樣 就是他可以用多張相片去建立相簿 那相簿 上傳相片的話 他有好像是42張 如果是在個人頁的話 他有張數的限制 就是超過了42張之後 不能再上傳 有這個限制 所以如果你一次選取43張 那他就會告訴你 無法上傳照片 那個時候你必須用建立相簿 這個建立相簿可以有好多 沒有限制張數 可以有很多張 那我們先選個6張就好了 好 他就進入這個相簿 然後你要去命名相簿的這個名稱 這是相簿1 好 高畫質 其實這個跟個人頁的一樣 個人頁也有相簿 這是粉絲專業的相簿 然後你如果要再上傳繼續更多 就按這個加號就可以了 或者這邊按新增更多相簿也可以 然後按右下角的發布就好了 發布出去的時候 他就把相片上傳了 這個就是相簿1 這是相簿1 這個在左邊的相簿這邊可以去找到這個相簿 你曾經發布過的相簿 我們再回到首頁去 粉絲頁的首頁 這個有沒有他就寫 這是相簿1 裡面有6張照片 這是我們剛剛發布的第一個 這是第二項相簿 再來看第三項 第三項叫做建立相簿影片的輪播 輪播 那這個輪播他有一個超連結 就是我們直接示範一下 點擊之後他超連結必須輸入在這邊 就叫目的地網址 目的地網址就是 就是說我今天輸入 假設我用google好了 假設我要讓他連到google去 這邊輸入google的網址 然後按 這時候你按發布是沒辦法按發布的 你必須按這個下一步 因為很多同學就到這邊之後 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辦 就是按這裡下一步 然後點下一步之後 他這邊會出現加號選取要上傳的檔案 其實這邊就是選照片 那你就可以點擊 然後去選照片 選照片 也可以複選 我選了三張照片 為什麼 因為他會輪播 所以我故意選三張 選四張好了 因為剛剛有一張感覺很像的 選四張了 一張兩張三張四張 沒選到 有有有四張五張 有他正在上傳 我轉到五張 好 你還可以 看一下 這邊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拉吧 你拉過來 你可以再按加號 繼續選喔 你可以繼續選喔 你可以繼續選喔 你可以繼續去選 而且你可以複選 你可以繼續選擇 再選個三張好了 這樣子呢 他照片就可以用輪播的方法 一次看到很多照片 好 然後呢 這裡還有這個號碼有沒有 一二三四 這個就是照順序排 那假設你不要 比如說這張我不要 我就把它點掉 按一下他就點掉了 就去選的意思 取消選取的意思 然後你要讓他秀出來的 你就按一下照順序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 三號 五號 好 你就可以照這樣子來編排自己的順序 那最多只有五張 我剛試的結果 你看我再繼續點的話 就沒有辦法 等於說你在這邊可以去新增很多照片 沒有錯 但是呢 真正秀在這個主頁面裡面的 最多就只有五張 所以這五張你可以照順序去選取 像我選到第五張 就沒有辦法再選第六張有沒有 必須把其中一個點掉 然後再點他 OK好 這樣這樣 是照順序去選 那你可以這樣 這樣子調你的左右順序 這樣子調 用拉的去調左右順序 OK 最多就是秀出五張就對了 然後這邊再寫內容 就是寫你的文案 就是 我就寫測試就好了 測試共五張 輪播 好 那剛剛我們有梳了一個Google的網址嘛 對不對 好這時候按發佈 按發佈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些圖片不管是哪一張 不管不管哪一張 你點擊之後 他就是連到你剛剛輸入的網址 就是我剛剛輸入Google的網址 所以他連到Google的網站來 這個就是輪播的方法 這是剛剛這個第三項建立相片影片的輪播方式 所以他也可以上傳影片 不只是相片也可以上傳影片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製作輕影片的方式 新增三到七張相片已建立影片 所以他的上限應該是七張相片最多 也就是說 點擊一下看一下 在這邊可以去形成最多七張照片 比如說12345 這邊都重複算了 這邊有個上傳照片 我們自己上傳好了 上傳照片1234567 好 開啟檔案 然後呢 這裡有每一張間隔幾秒鐘 比如說間隔兩秒好了 原始大小就是照片多大 他就顯示多大 那這邊是預覽視窗 點一下預覽視窗 他每隔兩秒就會換一張 我沒有聲音覺得怪怪的 沒關係 這邊有個音樂 把它放進去 這是每隔兩秒 然後如果你需要他變化這個淡化的時候 就是 點一下 這是淡化效果 這是淡化效果 好這時候呢 你就按製作輕影片 輕影片的原理就這麼簡單 就是把多張照片串起來輪播 然後再配上他內建的音樂 就變輕影片 然後呢 上面這邊有為輕影片加上說明 那因為這個影片啊 你只能讓客戶看 他不能夠在最後 跑出一個連結讓客戶去點擊 所以你只能夠在這一邊說明的地方 比如說 有興趣 歡迎點擊 這裡 然後你這邊就留一個http 留你的網址 比如說我留我的網址 廣告的網址 好 然後再按發布 發布出去 那發布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幫你編輯整一部影片了 剛剛只是預覽 預覽還沒有正式編輯完畢 現在他就開始把它做轉換正式的影片 好 OK 大概一分鐘以內就可以做完了 好 完成了 好就這樣 好 播放完畢之後 他會再重播 好 那這邊的缺點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在這邊 有一個超連結點擊之後連到外面去 所以你必須再記得 或者在你的這個說明留言的地方 要去放你的 要讓客戶點擊的 譬如說你可能是真的要廣告 這個影片只是吸引人家來看 然後看完之後 這個想要有興趣去點擊 點擊之後才連到你要讓他去的頁面 這個就是剛剛的這個這個叫什麼 製作親影片的部分 這個製作親影片的部分 好 那我們下一節再講 建立全螢幕互動廣告 這個要說明比較久的時間 我們下一節再見 再講 就應該給大家看 成功的